那日高阳在大殿内宴饮群臣,宴席上灯光闪烁,高官满座功筹交错,正当酒席间相义融洽之时,高阳忽然从怀里,掏出了自己爱妃的人头,放在脚岸上闪开。 群臣都惊得目瞪口呆,有些胆小的当场就拓,但更令人不可思议的一幕,却还在后面。 上回说道,在天保四年,高阳青筒经济长途奔袭,陆迹肉坛昼夜不息,翻山越岭一千多里,最终成功打破气单。 天保五年,高阳又征法突厥,在遭遇突厥别部数万为必,而他身边又只有一千余起的情况下,高阳还能神似自若地冷静指挥,先是顺利突围而出,继而又追击获胜,最后俘获三万余人。 其次他还在北京筑起长城,打造了一条西且黄河东底渤海的边塞防线,当高阳征战的事迹传入突厥,甚至突厥人也充满敬意地称他为英雄天子。 然而在公元556年,却是高阳人格的一个分水岭,这一年他的十万大军,全都被陈霸仙永远留在了江南。 全军覆没的惨痛失利,也给他造成了巨大的打击。 在这之前,他一直雄心勃勃,一心想要统一天下,但这之后他却彻底失去了信心。 稀有绝世骁醒的宇文泰,男友充满霸气的陈霸仙,又想完成统一大业,起飞吃人说梦。 他失去了生活的目标,失去了前进的方向,于是他开始许久。 在九经的刺激下,高阳在世纪中的形象,也变为了一个残忍试杀的魔王,好色乱人的鬼畜。 所犯下的累累罪恶,简直是庆祝难输,也许是他之前被压抑得太久,执政之前一直战战兢兢地生活在高城的阴影下,执政之后也一直兢兢业业地生活在雄心的驱使下,而现在的他什么也不愿想,只想彻底地放纵自己。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极尽疯狂的高阳,高阳最初的疯狂还算正常,一般也就是疯疯癫癫癫而已。 这个他最拿手,早年在高城底下就干过,现在不过是角色换成了皇帝。 他日夜不停地跳舞唱歌沉眠酒色,有时学女人涂脂抹粉披紧带彩,有时又披头赛发,一身胡服腰胯刀工上街乱逛。 比较夸张的是他超线级的裸奔体运动,在这方面高阳很能吃苦耐劳,无论东西,他都能赤身裸体在大街上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狂奔。 除此以外,高阳还很热爱大自然,尤其是喜欢亲近各种野生动物。 他经常骑着没有配备安子和江绳的白想、骆驼、牛、驴等动物到各地上玩风景,找不到动物的时候,他就让亲信流头之和崔记书等人带牢,背着他四处游行。 高阳的这些表现很像是现代某些人所从事的另一位行为艺术,只是他的觉悟要早一千五百年,高阳的行为艺术很快就有所升级。 他长长不分早晚的突然出现在某个大臣的府邸,卧室甚至浴室,体验偷窥别人隐私的那种快感。 堂堂皇帝像个鬼影似的乱窜,弄得那些胆小的大臣是苦不堪言,有一次他走在街上,向一名妇人请教道,你觉得当今天子怎么样? 妇人早就听说了高阳的奇闻意识,于是很直爽的答道,疯疯癫癫的,既不要脸也不要命,哪像什么天子,疯子还差不多。 高阳也很直爽的当即就拔刀剁了妇人,俗话说酒色不分家。 除了酗酒高阳当然也好色,说不定什么时候,她发现了某个女子,兽性又正好发作,高阳就会立即推广她的另类艺术,强行与对方亲密接触。 根本不管对方是贵妇还是奴婢,也不管是黄花闺女还是五轩老太太,即便是高家的姐妹也不放过。 她最喜欢的模式就是合作共赢,她经常召集家族中的女人,不分亲输远近,让他们和自己的作恶随从做游戏。 当然她自己肯定也是积极参与,有一次她甚至对高欢当年的宠妃大耳朱是动手动脚,大耳朱是奋力反抗,高阳一时无法得逞。 便恼羞成怒道,当年我父亲在世时,你没少欺负我母亲,我怎么能不为他报仇? 随后她就拔出大刀将大耳朱是凯子,树木她都想下手,嫂子当然也不能逃脱。 她曾对高城的遗孀缝衣公主袁仲华说道,淫人妻女者,妻女必被人淫。 大概意思就是说,当年你老公玷污过我老婆,所以今天我也必须报复她。 随后便扑了上去,后来高阳又看上了自己皇后李祖娥的姐姐李祖亦,便想把她纳入后宫。 然而李祖亦却已结婚,她的丈夫是袁北魏宗室袁昂,但这对高阳来说根本不是什么问题。 她招来自己的莲金元昂,让她跪在地上,随后乱剑将其射死,生生把自己大姨子从一个已婚妇女变成了一个寡妇。 然而在元昂的藏女上,又发生了让所有人都震惊的一幕。 高阳当众强行飞离了披麻戴笑的李祖亦,还让在场的所有人把钱物都交出来,作为自己迎娶大姨子的分子钱。 一向捏来顺受的皇后李祖娥,这回忍无可忍了。 藏女变成了婚礼,丈夫变成了姐夫,这样出身名门大祖的她又怎么可能接受。 这个可怜的女人日夜以泪洗面,甚至以绝世抗议,要把皇后魏子让给姐姐。 高阳整天胡作非为,为所欲为,她的母亲楼太后实在看不下去。 忍不住举张打道,你爹如此英雄,怎么生出你这么一个蛮衣出来? 高阳抬腿就跑,边跑口中还喊道,你再打我,回头就把你这老太婆嫁给胡人。 楼太后气得说不出话来。 高阳看见母亲生气,感到很是过意不去。 为了逗母亲开心,她突然像小孩一样,猛地钻到楼太后坐的壶床下面, 用身体把壶床歪歪扭扭地顶了起来。 太后倒在地上,疼得直叫唤,高阳酒醒之后又后悔不已, 点了篝火就要自焚向太后谢罪,吓得楼太后那是一脸煞白。 她知道这个儿子什么事都干得出来,赶紧拉住高阳勉强笑道, 好儿子,你刚才是喝醉了,老妈不怪你。 但高阳却不愿意原谅自己,她脱了上衣趴在地上, 让她的亲信高归宴对她实施掌刑,还命令她道, 打不出袭来我就杀了你。 最后楼太后无奈,亲自持仗将高阳痛打五十下才算了事。 打完后高阳也决心痛改前非,她要借脚, 可没过十天就恢复了原样,酒量反而更大了。 她乘着酒醉甚至跑到皇后李左儿的娘家, 要老丈母娘催事跟她玩个游戏。 她射箭让老丈母娘当靶子, 其结果就是老丈母娘的腮帮子, 被高阳一箭给射穿。 高阳一边射还一边破口大骂道, 我喝醉的时候连我妈都不认, 更何况是你这个老太婆, 随后又用马鞭抽了老丈母娘一百多下, 方才解汗而去。 崔氏就这样平白无辜, 挨了自己女婿一顿胖走, 不过她还算命大, 只是受了点皮肉伤, 没有性命之忧。 高阳令人发指的行径还有很多, 倘若一一都罗裂出来, 恐怕这个视频你就看不到了。 以上势力的危险性尚属于军师奇德的级别, 实际影响力其实并不突出, 而高阳的另外一系列决斗, 其破坏力较大的太多, 高阳在杀戮大臣上的心狠手辣与肆无忌惮, 令所有暴君都望尘莫及, 他们在努力也无法达到高阳这样的高度, 太保高龙之就是死在他手上的第一个高官。 高龙之本姓徐是高欢未发迹之前的老朋友, 被高欢认为了足弟, 曾先后担任世忠和尚书婆业等要职, 和高岳、孙腾、 司马自鲁三人合称为京城四贵。 高阳从未做过一天世子, 因此高欢和高城在位时, 东魏的勋贵没一个看得起他, 孙腾已死,司马自鲁也不久去世, 高龙之和高岳多活了几岁就先后遭了殃。 高龙之其实也没犯什么大错, 唯一的失误就是对高阳能力估计不足。 在高阳受善称帝的问题上以老卖老, 采取了反对的态度, 从此高阳就将他视为了眼中定。 有一次,他跟东魏宗士圆场喝酒, 酣畅之时说道, 我与王爷交往, 这辈子都不会辜负于你。 有人就把他的话密报给了高阳, 高阳心说, 你这辈子都不会辜负北魏宗士, 那就是要辜负我了。 于是高阳变老丈心丈一起算, 命令手下壮士把他抓来一顿痛倒。 老高头此时已经六十多岁, 哪里经得起这么大, 打完还没回到家, 就死在了路上。 过了一年多, 高阳突然又想到了高龙之, 感觉他死得有些太便宜, 于是又让人掘开高龙之的坟墓, 将其碎尸万段, 焚烧后抛入张水才算解荷。 随后他又把高龙之的儿子, 高慧灯等二十余名家人全部斩首, 高龙之从此也绝了后, 高龙之虽然绝了死, 但他曾奉制建造野铁炉, 大规模银水古风野铁制造兵器, 所以现在他被尊称为野炼老祖, 在河南安阳水月镇建有龙之广场和其塑像。 至于清河王高岳, 他是高欢的堂弟, 他比高龙之要聪明一些, 懂得要依附得了事的高阳。 即便如此, 高阳还是遭了毒手, 因为他不仅得罪了高阳的亲信, 还睡了他的女人。 高阳宠幸的平亲王高归宴, 是高欢族书高慧的私生子, 高欢就把他交给高岳抚养成人。 高岳当初对高归宴并不怎么好, 高归宴便怀恨在心, 时常在高阳耳边说他的坏话, 时间一长, 高阳就有了杀掉高岳的心思。 但真正把高岳推上断头台的还是一个女人, 高阳喜欢广纳民间女子, 娼妓也不放过。 有个性虚的娼妓色意过人, 被高阳封为了嫔妃, 说来言小, 高岳正好认识薛嫔妃的姐姐, 并且还通过薛姐姐的关系, 与薛嫔妃本人曾经有那么一腿。 高阳知道后勃然大怒, 便把薛姐姐掉下来, 用大句活活剧成了两段, 随后高阳又马上把高岳找来, 则被他兼误了薛嫔妃。 高岳心里那是一万个委屈, 薛嫔妃当时只不过是个卖身的女子, 我玩过之后, 又不是没给他钱, 于是他就对高阳说道, 寻花问有何错之有, 更何况我其实是想娶他的, 只不过他出身太低威后来没完婚。 高岳这么一说, 高阳就更生气了, 我宠爱的妃子竟然是你高岳完剩下的, 在生理上被你占了先机, 在心理上你还要给我这样一记中击, 别以为你是我的堂叔, 就可以这样放肆, 随即高阳救命高桂燕把他堵死, 高岳就这样死了, 但他的后代却在北七亡国后的大屠杀中幸存了下来, 他的孙子就是堂出林燕阁二十四功臣之一的高世林, 唐太宗的掌虽皇后则是他的曾外孙女, 高岳死后, 长级薛嫔妃的下场更惨, 某次他正与高阳快活息息, 高阳也不知哪根筋出了异常, 忽然想起他与高岳的就是笑容顿笑, 一想起他那曾被千人枕万人藏的身体, 就顿生厌恶, 这种发自内心的厌恶, 就像他之前发自内心的喜欢一样, 让高阳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冲动, 随着他挥刀就将爱妃的脑袋砍了下来, 揣在怀里出门与群臣饮酒, 宴席上灯光闪烁, 高官满座功臣交错, 就当酒席间相隐正欢之时, 高阳忽然从怀里, 掏出薛嫔妃的人头, 扔在酒岸上上看, 群臣都惊得目瞪口呆, 有些胆小的当场就吐了, 但更令人不可思议的一幕还在后面, 高阳并然把薛妃的尸体抬上来, 只见他熟练的将尸体肢解, 并取出其大腿骨做成琵琶的样子, 然后一边弹奏着人骨琵琶, 一边深情地看着桌上的头颅, 满脸泪痕地唱起汉朝李延年的歌, 北方有家人, 绝世而独立, 一顾青人城在顾青人国, 他在那上演人鬼情味料, 群臣却吓得灵魂都出窍, 随后他下令将美人厚葬, 自己则大哭相随, 以上几起事件都发生在天保七年以前, 到了天保七年之后, 史籍声称高阳的种种暴灭荒唐的行径, 不论在出现的频率上, 还是在残忍和变态的程度上, 都远远超过了之前, 上升到了一个新高度,